随着资讯吸收模式改变 媒体变相依赖在社交媒体推送内容吸引点击率 导致这个行业的广告收益锐减 宣传成本相对高涨 通讯部早前已经多次释放希望和社媒巨头协商的信号 让内容提供者可以获得应得的收入 根据通报 我国媒体机构每年在社媒上的广告开销达到45亿令吉 其中21令吉流入三大主流社媒的口袋 鉴于国人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社交媒体上 所以社媒已经成了各大领域的宣传工具 为了自家公司的触及率更高 各行各业不惜砸重金来打广告 通讯部部长法米今天在活动后表示 我国媒体机构每年的广告开销 高达45亿令吉 而其中有20亿令吉流向了三大主流社媒的口袋 不仅如此 部长也向社交媒体公司狠话 希望这些社媒巨头能与传统媒体机构有更密切的合作 好让传统媒体能更有效的利用社交媒体传递资讯 另外 法米也发现相达于传统媒体机构 自媒体平台更容易赚取广告收益 有鉴于此 法米将会把媒体机构的广告收益课题 纳入即将颁布的大马媒体理事会法案中 深入探讨及研究 以确保本地媒体机构能维持永续收入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